今天要做核桃黑芝麻糊 芝麻糊香甜口感顺滑 做法也简单 我需要黑芝麻 黑芝麻有苦味 所以加核桃 另外加了南瓜籽 主要是增加营养元素 可以不用 最好烤过烤到酥脆 这样做出来的芝麻糊比较香 另外因为水分少了 机器也容易把它打得更细腻 不会粘糊在一块 大碎的芝麻核桃碎放到一个烫锅里 准备糯米粉 这个糯米粉 对芝麻糊口感的顺滑非常重要 量不要太多 2汤匙就够了 用适量的水调开 现在就可以开始煮 先用大火烧开 边煮要边搅拌 避免里面的粉沉淀到锅底 当煮到糊状的时候 加进冰糖 这个量可以自己掌握 用中小火慢慢熬煮几分钟 直到冰糖融化 芝麻糊就做好了 大家试一下吧 很简单的 黑芝麻糊 真的很好吃 我选了黑芝麻和核桃的比例 这样不影响黑芝麻的口感 但是也没那么苦 因为完全的黑芝麻 可能还是略带一些苦味 那么我这里呢 加大一个东西 加大一点南瓜籽进去 我觉得南瓜籽也非常好 主要是增加营养成分 那你加不加都没关系 那这里的这个比例 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 不会影响的 其实重点就是这个粘稠度 它一定要加一点糯米粉 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现成的糯米粉 你就把那个糯米放进去去把它打碎 那这样子也能做到 但是糯米粉的效果是最好的 只要一点点就好 它就可以达到我刚才这样子的 跟丝滑一样的这种粘稠度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说 我这个做出来 这个吃起来的时候 看起来是粘稠度非常好 但是它吃到嘴里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颗粒感 那我个人是喜欢带有这种颗粒感的 就是核桃非常细微的颗粒感 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的是普通的打碎的机器 因为这个撞速不高 撞速不高的话呢 它可能没办法打得那么碎 那如果你要它很细腻 没有颗粒 就是吃起来非常细腻 你就要用高转速的来打 就是它的转速很高的那种 那那个通常是很贵的 就我们家庭用一般没有那个那么高的转速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么高 你又想吃细腻的怎么办 那就是建议大家把刚才的这些坚果 芝麻 核桃跟这个南瓜籽 全部放到烤箱去烤干 或者你用锅去焙糖 就把它焙干掉 干了以后呢就是有点酥脆变轻了 然后晾凉 然后再去把它打碎 那这样会粉碎 那个效果会很好 就因为我们如果里面带有水分的话 它打完它就粘在一块了 它就不容易打碎了 你如果早晨没时间 你可以平时先把这些东西给它烤 烤到酥脆 然后把它放凉放在那里 或者你就是买现成的 打碎的百分百的黑芝麻粉 核桃粉 那你就不用打 你直接放进去就可以煮了 这里的水呢 按我这个比例就刚才这样的浓稠度 如果你想稀一点你就多加水了 但开始的时候宁可少加水 因为加多了你没办法再加粉了 对吧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少加水 如果太浓我们慢慢的再加水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芝麻粉呢特别的简单 早晨你如果作为早餐的话 妈妈们你早晨 昨天晚上先把这个粉都打好 早晨就这么一烧开就可以了 基本上烧开 加些冰糖 这个糖你愿意多愿意少都可以 那么就可以了几分钟就好了 是吧 还有呢你还可以往里面 你觉得还要增加别的营养 你可以加红枣啊枸杞子啊 这个就是随便了 那么你就可以做一道非常好的营养早餐 营养早餐 对吧 那我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能喜欢我这个黑芝麻糊 那么记得给我点个赞 还有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有问题可以在我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